早安 大家好 我是Alien 今天我要做一個比較不同的早餐 因為最近香港也比較涼 做完早餐後就要開箱了 因為我在商十一買的東西都倒彩 因為裡面是有食物的 我擔心如果我不盡快開箱 食物很快就會倒彈 好開心 有得吃湯圓 你們看不見到湯圓的尺寸是不同的 這一粒是比較大粒 這一粒是比較小粒 小粒是花生味 大粒是芝麻餡 湯圓真的不能輸 先試一下花生餡 最後一粒湯圓了 快吃光了 都剛好沒有電 我換了電池之後就跟大家開箱了 話說今年的雙十一 我就分別在美國的Amazon 香港的HKTV Mall 還有就是在中國的淘寶 那裏就買了些東西了 那又跟開我YOUTUBE的朋友都知道 今年我的省錢MOD 是Always On 但是就因為今次的雙十一 就有少少的一盒 那我就花多了少少錢的 那事不宜遲 我就一起來開箱了 那我們就由最簡單 來自美國的Amazon開始了 坐在這裏呢 有寫Ted to open 都幾細心 我 它就是一個SSD Hard Disk來的 那我會買這個SSD Hard Disk的原因 是因為我之前用的這個Hard Disk 它快爆了 那因為它快爆的關係 所以我每次剪片呢 它都在這裡打圈圈 打圈圈 就是它嚴重到是 我每一個Click呢 它都會打圈圈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我上一條片呢 這麼短 是因為我實在剪不到太長的片 因為當你每一個按鈕都打圈圈的時候 真的很花時間 本來呢 我不知道是因為它快爆的影響那個打圈圈 我以為是 我本身的MacBook的問題 那我已經呢 貼了心碎 要用我自己的Savings 去買一個新出的14寸MacBook Pro 但是很幸運 另外呢 我跟我一位IT的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可能真的因為我的這個Hard Disk 就來爆 所以才導致這個打圈圈的情況 那那個IT朋友呢 他就建議我換一個新的Hard Disk 那我的problem呢 就會解決的了 那在這個靠Hard Disk的過程中呢 我都學了一點點東西的 如果你用電腦處理事情的時候 就像我一樣 我基本上是在Hard Disk上面剪片 所有所有東西都在External Hard Drive那裡做的時候 那其實找一個SSD Hard Disk來做事呢 是會比較快的 因為SSD Hard Disk 所以是把資料以電子的形式呢 就儲存在這個Hard Disk裡面 而且它的重量都會比HDD輕 那它的耗電量 但是相比之後它的內容性都會比較高 那HDD的話呢 在價錢上面是會比較便宜的 那如果你處理工事上面 是要save很多很大量的debt 那預算上也不是太高呢 那你選擇那些會防外界撞擊的HDD Hard Disk呢 哎呀 亂扔我的HDD真的心痛了 那相對上就會比較理想了 現在就開上HKTV網了 是Savonna 是Savonna 先移到裡面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都有少少HKTV網購物的tips 要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tips呢 是我由另外一位 精打細算的朋友那裡學回來的 那他就跟我說 他每次在HKTV網買東西呢 他都會選星期四 在VIP日的時候買東西的 因為VIP日的時候 買滿$150就會免運費 那買滿$200好像是 那另外買滿$500呢 又有extra的5% discount 那我就覺得 嗯 這個建議都非常好 那我覺得我自己呢 是enhanced了給我的tips的 就是 我當然會專注於星期四買東西 那我就要集中 我要買的東西呢 去洗一間店舖 例如每個星期四 我要買肉類的食品的時候呢 那我就要專注於 去買那間店舖 當日有做門購優惠的女王 可能買滿$200又有額外 九五折這樣 那我就專注於 我要買的東西呢 就是在那間店舖 買完它了 那我就享有折尚折優惠 或者好像我買十方 那剛好這兩個媒體呢 就是有VIP價 那我以一個VIP價買的 然後又享有VIP日的折扣呢 那這樣帶下來 其實都真的便宜過在官網買 那還有額外的一個點 就是它是免費送貨上門的 那這些液體的東西呢 都不用自己拿得那麼辛苦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到 開上這一箱 最大箱來自中國淘寶的東西啦 話說今年雙十一天貓的總計月量 是高達5403億人民幣 大家又有無法 contribute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第一個就是李子漆 究竟是李子漆 還是李子漆 好漂亮的包裝 這個是玫瑰花餅來的 因為我iPhone的Screen Protector 是已經非常殘不忍道了 所以我就決定趁這個雙十一 就在淘寶買回來 然後自己可以貼回去 這個我想女人才知道的是什麼 因為家裡不是飽食人偷 這個掛萬佬是Tasha介紹我的 她說她的味道是她吃過這麼多玫瑰花餅中 是最完美的 既然她說得這麼好吃 不如現在開箱試一下好不好吃 因為我手髒 所以我盡量不碰到那個餅 然後就這樣吃 它真的很好吃 它是不甜 然後外面的餅皮也不會太厚 這個玫瑰做得我整個人很冷 等人再欣賞它 好吃 哇 抹玻璃的泡 這個就是我要用來抹這一袋 平時梳中會用到的鏡 看到我經常把我的精華 彈到四周圍都是 今天我保持了許小姐這間屋 我就特地買了它回來買這個玻璃 這是蜜 這些蜜是因為我的蜜穿了洞 所以我就索性一次過換好舊媽 今天開始就要用一些新蜜 最後就是薯粉 我覺得薯粉非常適合打火鍋的時候用 我覺得接下來冬天會不停拿邊路 我自己都會煮一些湯麵吃的 到時候我就會非常需要薯粉這件事 來治療肚子 我自己買淘寶 其實我除了看價錢之外 我其實都會看它的銷量 還有一些客人的評語 尤其是價錢比較貴的物品 或者是一些真的吃下肚子的東西 如果客人有放了一些見證圖 評語是否OK 有些影片這樣展示出來 那對我來說 就會是一個信心的加持 不知道大家買淘寶的時候 除了看價錢 你們還會注重什麼其他方面的東西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其實每一次開箱都會很開心 但是開完箱之後 我就看到我滿地的這麼多 白泡膠、紙皮箱、膠袋 那我就會在這裏深思 究竟我這次的購物 是否真的需要 其實說真的 這些包裝材料 對地球真的不是這樣環保 那當然啦 如果你要環保的話 那商家就會把包裝物料的價錢 又加回消費者身上 所以我每次買完東西之後 都要反思一下 究竟這次的開箱購物 是買了我自己需要的東西 還是我是因為 那些雙十一很瘋狂的廣告速箱活動 令到我忍著手買了這些東西 還有在這樣重視物質的社會 要怎樣做到不盲目跟風 不跟別人攀比 不做到人有我有的這個心態呢 我們自身的定理其實都真的要很足夠 還有我們要很清楚自己 已經有了些什麼 還有需要些什麼 如果我們不足夠了解我們自己的話 那很容易就會花多錢 還有買買一些同樣的 然後又重複性的東西 那不知道大家在這次的雙十一 又買了什麼東西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好啦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要準備上班了 要不然就遲到了 那我們下一條片見啦 拜拜 uit中文字幕翻譯 我們會否也有VA ami 我們會不會不 위해서 哪有の Jeep 來日艋 中文字幕——YK